第三十届客家文化节 世界客属情系祖地石壁大典 10月20号在福建省宁化县举行 海内外90多个社团代表及客属相亲 近6000人齐聚祖地 畅序客属情义共谋祖地发展 在雷鼓三通 明中三响后 代表着客家后裔追根溯源 向先祖致敬的最高传统礼术的生计旗仪式 在客家广场举行 客家始祖神坛前 客属后裔敬献花篮 行上香礼 献博礼 垫酒礼 并攻读著文 祈福发彩 乐舞告绩 祭祖大典寻古礼举行 在文化传承上面 客家一个文化 这边是一个根 后续的后代 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根 所以这次来的 很多都是第一次来的 有些是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的 他们很愿意经常回来 只要我们这边活动不停 他们愿意年年回来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将这些主题的文化 带回台湾传承下去 这样子一年一次 大家来得非常好 非常不错 这是一个平台大家交流 无论到哪里 我的老祖宗在这里住了四代 我来这里五次 知道老祖宗在哪里 我就会追随到哪里 就会想要回去看看我祖宗的 他的脚步 他的足迹 到底怎么走的 宁化石壁是世界客家人的祖籍地和客家文化的发祥地 现海内外1.2亿客属后裔的祖谱中 十之八九由祖先在宁化石壁住过的记载 客家主要姓氏中有214个以上姓氏是从宁化石壁波延到海内外的 如今客家后裔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天祭祀广场上演了富有客家特色的精彩节目 舞龙 华汉船 彩茶戏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 展示宁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客家民俗文化 我们来了是弘扬纪念祖先 不记得我们的祖先纪念他所做的好事 那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的文化DNA就更重要 那不忘记历史 不忘记我们的祖先这是个好事 祖地的大点对两岸有个很好的事情 希望明年我想更多人 回来参加 而且并希望有年轻人三亿 一起来 如果把你子生也带带来 以后这个远远如长 长省下去的效果会达得更好 自1995年起 宁化每年举办一次世界性的客家文化节 迄今已连续举办至第三十届 吸引世界各地130多万各界人士 来石壁寻根业主旅游观光 2011年 石壁客家祭祖习俗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三十届客家文化节已列入国台办对台交流重点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